身为萌新开局一个骑士 手拿一把小破枪 靠什么取笑呢 靠咪 靠操作 傻瓜 三分靠操作 七分靠天赋咯 天赋在手 通关我有 出了角色第六次升级 会带来的被动技能外 在游戏过程中 玩家有五次选择天赋加持的机会 通常是在1-1 1-3 1-5 2-3 2-5 通关进入传送门时 让你三选一 这个时候啊 天赋总是决定你 通关的关键啦 当你遇到 毒盾 刺盾 火盾 冰盾 雪盾 蓝盾 盾冲 就不要犹豫 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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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气骑士 真正的奥义骑士就是 盾之勇士 刺盾 免疫陷阱 免疫碰撞伤害 是狼人的被动技能 推荐指数 五颗星 可以免疫第四伤害 特别是 走路不够骚的萌新们 常常因为第四付出生命代价 而且啊 这个天赋还可以免疫碰撞 跟冲锋类型的攻击 毒盾 免疫毒气 及减速 对敌人的中毒伤害提升 这个呢 就是炼金术式的被动技能 推荐指数 五颗星 搭配聚毒之音 毒气机枪 这些毒属性的武器 实在好不过啦 保护自己的同时 还可以增加攻击力哟 打折 商店打五折 这里的商店 代表一切需要花费金币的地方 包括撒币枪的消费 通通都是五折 推荐指数 四颗星 这个天赋在后期 买药 买装备有大用处哦 呃 其实是因为 朵尼呢 好几次都因为 买不起药水 三血打Boss 导致 不去补给 打破箱子可能会掉落药水 但是要注意咯 这里的箱子指常规箱子 打破爆炸箱 这些特殊箱子 是不会有的 推荐指数 三星半 这个天赋随机性比较大 需要多喝药水的蒙青时期 可以卸下哦 杀敌回栏 击杀敌人将回复能量 这个是狂战士自带的被动技能 击杀一个敌人 可以恢复 两点蓝 推荐指数 三 可惜 呃 这个天赋 有点鸡肋哦 但是 如果你携带 高炮蓝的武器 就有必要 演一下下咯 好咯 本期的视频 就到这里啦 还有什么关于 元气骑士的问题呢 快快评论 告诉朵尼哦 关注朵尼 一起来玩 元气骑士吧 爱 你们哦